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香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最主要的是大家帮顶更了解了彼此 特别是我们宿舍里的人 平时没那么多时间可以在一起了解 这次感觉大家都是非常团结 而且个性都很随和的一个团体 有没有到周边看一看 有两天过了台风以后 没那么热我们就跑出去逛了逛 稍微买了点东西 对香港的感觉怎么样 跟CN Diego的天气比起来 还是非常喜欢CN Diego 这边的气候真的是非常好 您说您两个女儿在博华做表演 那她们学习乐器有多久了 她们每个人都学了好几种乐器 学古增小女儿大概有一年多两年吧 她当时是在国内学的 老大学了大概有四年的 她之前是学了最早是钢琴 然后又学了吉他 反正家里好多乐器 每个人都是好几种乐器 那您喜欢音乐吗 我喜欢但是五音不全也不懂 所以就跟着他们瞎混 就很enjoy他们play 小的时候学过钢琴 那时候父母亲们又逼着我 继续学 所以现在挺后悔的 自己有了孩子就觉得 我必须要坚持 push他们 这样子他们以后就不会后悔 还有没有什么会讲感言 想对搜放的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这次是非常感谢 博华乐队的刘子辉和丁团长 把我们带出国 还给我了这个机会 临时去打集乐 特别难得 也感谢搜访 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采访到 家长代表严洪梅女士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请与她联系 谢谢 感谢搜索